嗯,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我们看到了 昨天的美股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上涨 这样子连续的上涨 虽然它的每天的涨幅都没有很大 不过呢也代表了说市场现阶段啊 就是感觉是晴空万里 万里乌云 那你在前面看不到任何的乌云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的资金就是慢慢的去做筹码的换手 那股价对于美股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激烈的一些震荡 不过亚洲股市呢 就没有像美股这么的好运了 大部分的亚洲股市在前几个交易日 都是拉回修正的 那么台股虽然也是一样拉回修正 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前两天的拉回很不舒服 就觉得说怎么手上的股票开始在跌了 为什么没有一直涨上去 然后也会觉得说美股不断在做做创新高 可是台股竟然没有跟上 是不是台股在这里要出现转折了 不过我们希望投资朋友可以去做比较 什么叫做去做比较 我们台股在整个亚洲股市里面 不要说是第一名 但至少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表现是名列前茅 包含你去看香港股市 包含你去看中国A股 包含你去看了泰国股市 还有日本股市 你会发现其实台湾的表现真的算是可圈可点了 真的算是可圈可点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行情不需要太过于悲观 原因就是因为国际的这些资金跟热钱有一个习惯 你要去买国际股市 你一定会去找更强势的股票走吗 这跟我们自己在交易的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台股呢在现在的表现 既然是亚洲股市名列前茅的 那国际的热钱很自然而然的 他们的这个眼光目光就容易放到台湾身上 所以台湾股市目前里面的资金存量 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流动性的问题 也就是钱非常的多 差别在哪里 差别是这些钱要到哪里去 也就是哪些股票会涨 问题是在这里 我们台股现在里面并不缺钱并不缺钱 我们不论是从成交量 还是我们从这个融资的余额 以及法人最近的动作 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台股真的并不缺钱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现阶段的问题 是要去看到底这些钱要跑到哪里去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一开始 会来帮大家解析关于昨天啊 这个美股虽然是上涨的 虽然是上涨的 不过在盘后Netflix跟Tesla开了财报 那开完财报以后 这两间公司的股价纷纷下跌 Netflix甚至一度重挫超过9个百分点 那Tesla也跌了4个百分点 至于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节目上面来讲 另外大家要关注到的是 今天下午的台积电法说会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跟大家 呃更正一下 我们昨天的节目上面是讲昨天嘛 但那个时间是错的 是今天才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但无论如何 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的看法 我们昨天有稍微先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讲法可能不会太好 不过呢台积电呢 它本身它给予了一些财务上面的展望 给予一些预测 那到底能不能给市场新的题材 而我们反而要把眼光放到供应链上面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来拿一些 关于最近我们有观察到的 几只台积电的供应链 这一些股票 他们在今天开始有慢慢转强的味道 我们等一下在影片的后面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我们一样不免俗的 在节目的一开始 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一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教育上面想要咨询的话 都可以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我们要先告诉大家 这个震荡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前两天台股啊 都在盘中的时候出现急跌拉回 那这个是亚洲股市普遍的现象 也就是不是只有台股这样 大家去看韩国股市 去看日本股市 也都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出现一个拉回 那这样子的拉回 就是国际的资金 国际的热钱在做调节 因为如果只有台股在跌的话 那很明显一定是我们台湾自己的问题 可是日本股市在跌 韩国股市在跌 台湾股市在跌 泰国股市在跌 新加坡股市在跌 当整个亚洲股市的动作是异步异趋的话 那这样子的结论 我们只能推导出就是国际的热钱在做调整 而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台股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反弹 而且是在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间点 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美股虽然上涨 但是这个涨幅并没有很多 而且呢 刚刚有提到了说 美股在Netflix跟Tesla开完财报以后 这两间股价重挫 所以纳斯达克的电子盘在早盘 一度跌了将近一个百分点哦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会不 一定不会觉得说 今天台股的表现会太好嘛 可是偏偏就是在大家觉得不会太好的时候 我们的加全指数竟然反弹了将近100点 那这样的反弹呢 代表什么 行情要新一波的开始吗 还没哦 我们要告诉大家震荡尚未结束 震荡还没有结束 而除了震荡尚未结束 我们等一下拿一些指标来跟大家做说明 第二个要请大家关注的 就是台积电下午的法说会 那台积电的法说会啊 真的不是不会讲的太好了 包含你的这个全年的营收展望 还有可能再进一步的下修 那这个资本支出的话 我们认为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持平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持平 原因是因为欧洲厂这边 这还有再进一步扩厂的可能性 所以资本支出应该是不会掉了 那大致上台积电的法说会 比较没有这么乐观 可是市场也已经先预期了 大家可以看价钱指数在创新高 可是台积电的股价有创新高吗 没有嘛 所以代表台积电应该有一部分 把这样子的负面消息 定价进去了股市 所以前面已经先反应过了 那反而是在今天下午 开完法说会以后 对于股价的展望 没有这么的悲观 但是台积电 它毕竟就是一尊这么大的股票 股本这么的大 所以我们参考了过去两次 也就是今年吧 台积电两次的法说会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眼光要看哪里 供应链 为什么要看供应链 因为在最近这两次的台积电法说会玩 以后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股价 都有相对不错的表现 所以大家反而应该要去看供应链 而不是只看台积电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昨天的状况 很明显的 昨天的纳斯达克 相对的比较没有这么的强 费半甚至直接修正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美股在昨天晚上的表现 它算是一个高档震荡 虽然最后都还是收在平盘之上 也就是还是延续上涨 可是这个涨幅的动能很明显 它没有那么的强 是上涨 但是动能不强 那么像道琼跟标普500 因为科技股的这个成分比较没有这么的多 所以涨幅就比较明显一点 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在提的 就是美股的财报季 在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股公布财报 而公布的这个财报 关于我们要怎么解读 我已经在我们的Telegram上面的盘前资讯 已经先跟大家讲过了 也就是市场在过去两次 美股开财报的时候都是怎么做 华尔街都是先把这个标准降低嘛 我们说过了你考试及格分数原本是60分 华尔街就直接把这个及格分数降到 你只要40分就叫做及格 结果呢前两季很多公司开出来财报 哇只有50分 但是因为华尔街已经先把标准降到40分了 他就告诉你说这些公司好棒棒 可是大家会发现说 昨天公布出来这个财报啊 并没有很糟糕哦 虽然是比市场预期差一点点 特斯拉还比市场预期好 可是股价竟然在下跌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华尔街没有把这个分数的标准降低嘛 60分就是60分 及格分数就是60分 那你开出来以后到底好或不好就会见真章嘛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现在华尔街以及大部分的资本市场 都在告诉我们说 啊美国今年的经济不会衰退了 那如果美国的经济不会衰退的话 理所当然这些公司的财报 他们的标准就应该维持在60分了 你不用再帮大家降标准了嘛 为什么因为经济不会衰退啊 所以故事整个股市里面的故事的主轴 它是很连贯是有逻辑的 为什么前两季华尔街要下修这样子的预期 要把标准拉低 就是因为前两季大家都还在担心经济会有衰退啊 所以公司表现不如预期 这很正常嘛 可是现在不一样啦 现在大家在讲的是说美国经济今年不会衰退 那至于会不会衰退这件事情 我们以后再来讨论 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市场认为了 不会衰退 那你这个标准就不需要降低了嘛 所以接下来呢 整个资本市场会用比较严格一点的眼光 来去检视这些科技股 以及美国大型公司的财报 所以这个科技股的财报 以及大型公司的财报是接下来大家一样要紧盯的 那如果有任何公司的财报出现了变化 特别是NVIDIA跟AMD 他们的财报如果公布出来 有一些意外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要稍微拉高一点风险意识 来周天公布的这个 我们快速帮大家带一下 Netflix公布 用户数是订阅是增加的哦 而且实际上面 Netflix的EPS是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更好 只是营收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更低 结果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股价就砰就崩跌了 所以市场现在在检视这些公司的财报 用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眼光 那无论如何啦 我们先不管这些短线上面的股价波动 市场很显然的是把这份财报当成利空在做解读 那么另一件公司是谁 Tesla Tesla昨天那么的执行长 马斯克很开心的出来告诉大家 哦我们的交车数量好棒棒 我们的这个营收我们的EPS 都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更高 结果呢股价盘后直接跌4% 为什么市场现在在看的是说 你Tesla的毛利率 你的营益率 为什么你这些财务数字的表现 没有这么的好 为什么没有爆发性的成长 哇塞 我营收已经拿出了一个比你预期还要漂亮的数字 我EPS也拿出一个比你预期还要漂亮的数字 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我毛利率没有这么的高 这是不是有点鸡蛋你挑骨头 但不管怎么样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现在市场在意的是什么 你的利润受到压抑嘛 那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Tesla在今年上半年 不管是在美国市场还是中国市场 都祭出了所谓的降价策略 那你有降价策略 在经济学原理里面 你的销售量自然就会增加嘛 你的销售量增加了 你的营收也增加了 你的EPS也真的赚到钱了 可是你的这个毛利率当然没有办法兼顾嘛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蛮正常的 那市场在解读这些财报上面 就是用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眼光 所以盘后跌了4% 好不好 这个地方我们帮大家追踪一下资讯 那大家要怎么去做思考 或者是大家在想想看未来的财报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读 我们可以透过Netflix跟Tesla 这两个个案来去先帮未来做一下准备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我们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当时怎么样 加权指出再创新高 我们告诉大家再创新高是什么 很多人就乐观了嘛 就觉得哇台股要冲了 但是我们却在礼拜一的时候 告诉大家高档震荡开始 我们直接很果断的告诉大家 高档震荡开始 为什么是在那一天 原因就是因为技术指标出现背离嘛 我们在当天的节目上面 也是用一样的讲法 什么叫做技术指标背离 来下面我们用KD来看 大家去切成RSI 应该基本上大部分的技术指标 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最多人看的KD来做说明 前一波的高点 大家可以看到KD指标是在左边的那个蓝色圈圈 而在7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 加权指数再创新高 有没有很开心 可是我们就观察到了什么 技术指标 竟然KD指没有再创高 所以你的指数比前一波高 可是你的技术指标没有跟着创高 这个叫做技术指标的背离 所以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告诉大家 这个技术指标的背离 如果没有办法被化解的话呢 那你就会开始震荡 有没有震荡 礼拜二震荡 礼拜三震荡 而且呢都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这个东西就是技术指标上面的修正 那今天呢出现反弹 这个反弹你说有办法化解掉 现在技术指标仍然在高档的位置吗 有点难啦 有点难啦 几率不大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指数 还有机会再往月线去做测试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震荡还没有结束 手上呢 我们的持股部位 依然是要保持在一个比较中庸的水平 不用太低 但也不能太高 手上一定要有现金 你有现金 等到股价出现拉回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做加码 好吗 从技术指标的观点 我们来把大盘的行情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再来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虽然大盘是震荡的 虽然大盘的表现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强 可是我们也告诉过大家 个股的表现 其实才是投资朋友应该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7月初 包含从上个月啦 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股票 其中我们有一档 跟大家分享的是在7月5号 实际上我们会员朋友 应该是在7月4号就买进了 7月5号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在节目上面公开分享 是3362的先进光 而先进光呢 我们当时的会员朋友 是买在大概106块 10块钱左右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很幸运的 隔天就涨停板嘛 那涨停板以后呢 我们告诉过大家说 股价如果能够拉过前高的话 那行情应该不会 只有在这边就止步 所以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先进光 在今天呢 股价已经来到了155块 在昨天还来到了160块钱 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先获利了结 初心 因为我们不想要参与除息 那后来股价还有继续涨啦 而且还涨得蛮凶的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恭喜手上有持股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呢 可能没有做到后面这段的话 我们也觉得 就是在后面 我们再找其他 一样会喷出的股票 来补给大家嘛 但无论如何 至少呢 我们在选股的逻辑上面 我们会把眼光 放到一些下半年的营收 有机会大幅成长 有机会爆发 有故事的这些股票 先进光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挑出来的 所以呢 你看先进光的股价 虽然大盘一直不断震荡 可是先进光的股价 却是慢慢的缓步电高 这种股票 其实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 那如果你说后面呢 台股出现震荡 这些股票有拉回 能不能布局 当然是可以的嘛 所以我们要趁着震荡的时候 别人在恐慌 我们反而可以用我们手上 保留下来的现金 去做低档进场的动作 再来呢 还有一档股票 我们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7月14号的节目上面 7月14号什么 上礼拜 上礼拜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档 4747的强生 我们跟大家讲了 股价整理到尾端 而且我们观察到了筹码 有持续集中的现象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啦 也不是说要看我们的节目说 我们报什么 就去买什么 我们不希望大家这个样子 而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节目 你台股有这么多的股票 那么我们团队就有点像是 投资朋友的眼睛嘛 你只能 你只有一双眼睛 你只能看 就是一个人看盘 但我们团队呢 有很多人可以来看盘啊 我们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分享 所以我们节目上面会把 我们观察到的一些 有趣的现象 有趣的现象 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就不用自己去看了嘛 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省时间啊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 4747强生这档股票 我们也把我们的观点还有分析的依据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来4747的强生今天 怎样一股做去攻上涨停板 这个就是筹码的威力 这个就是形态上面的威力 所以我们观察到了筹码有进驻 形态也不错 这档股票在未来就有机会发动 至于什么时候发动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知道今天会拉涨停 为什么不是明天 为什么不是昨天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说得准 可是呢 我们能够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先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 那投资朋友如果有看我们节目 你就可以想想看说 我们要不要在 这档股票有拉回的时候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进场 还是我们可以去看看说 在未来股价 还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这个才是我们节目 希望可以带来给大家的价值 再来呢 我们昨天的节目上面 7月19号 昨天嘛 强茂 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而强茂呢 在最近在两个交易日 一样都是开高走低拉回 可是在今天呢 而我们看到了股价在盘中会出现急拉 这种股票其实很明显的 他们在场内已经有一定的筹码 在里面了 那只是后面这些筹码 他们的动作是什么 是要加码还是要出场 而我们观察到了强茂 我们说的做车用二集体的 那也是亚洲最大的小讯号整流 二集体场 它的营收状况 昨天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报告过了 也分享过了 所以在基本面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好公司的股价 是不会被埋没的 在今天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内 股价就顺利的出现急拉 对于这种股票 我们后市还是算是蛮相对看好的 所以股价如果有拉回的话 我们也都还会陆续带一些新的会员朋友 进场布局 那再来我们要赶快讲一下 关于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会 看法我们刚刚在前面 已经一开始先跟大家交代过了 也就是这个讲法不会太好 讲法不会太好 而且可以观察到说 其实法人也已经预估到了啦 应该说是有这样子的预期 也就是你的库存调整会持续 因为我们的故事 从今年的第一季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我们说了这个库存调整的速度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快 大家都告诉你下半年要复苏 下半年要大爆发 要强劲反弹 但是你现在时间已经来到第三季了 新闻还告诉你什么 库存调整延续 这不就印证了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这个库存调整的速度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快 可是呢也是因为市场已经预期到了台积电 他今天下午的法说会讲法没有这么的好嘛 你有预期到了 那反应就不会太激烈 而我们要关注的是台积电在今天法说会上面 到底会给出什么样的财务预测 他们的毛利率 以及在下一个新的制程的良率 到底会怎么走 有很多的关键数字呢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法说会 来去做一次对焦 那么我们认为啊 其实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更重要的 还是要去观察他的相关的一些供应链 一些供应链 包含像是设备商嘛 包含像是你说这个在做所谓的经元 再生经元的这些股票 在近期其实都有出现转强的特征 像是什么 6187的万润 这个半导体供应链 我们呢看到了股价 哎观察到准备要过高 台股在前一阵子拉回的过程里面 他都没有拉回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投信已经1234 是连续4天开始买进 我们要去想想看 为什么投信要在这4个交易日呢 都在买进 特别是在台股都在震荡的阶段 为什么投信在这个地方买 这个问题很引起我们的兴趣啦 当然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有可能是投信的基金要去做一些调节 要去做一些布局 但无论如何 我们观察到就是投信在这个位置上面进场 而股价呢也已经准备要再创新高了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今天下午台积任的法说会 没有讲的这么差的话呢 这张股票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是有的 再来还有什么 1560的中砂 这个应该也是前年的大标股啦 那去年的状况 我们有去扣过公司 去年的状况是真的不太好 可是在这几个交易日里面 股价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形态 一样台股在拉回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的股价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档 一个高档的状况 所以它的形态不错 那么中砂在做再生晶元的 以及它跟台积电一个密切合作的关系 也已经维持好几年了 量能也已经顺利放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啊 在股价呢 已经看到了一些筹码进场卡位的情况之下 这些股票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放进自己的自选清单里面 那如果台积电的法说会真的讲出来以后呢 没有这么的悲观 没有甚至讲的有点乐观的话 这些股票在接下来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去做轮动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 虽然指数是在震荡 可是资金依然在股票市场里面 那他们就会去找一些新的标的去进场卡位 至于是哪些标的跟产业 这个东西变化速度非常的快 而只要有我们有看到的一些新的观察跟发现 或者是国际股市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团队也会来持续帮大家追踪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请查证 再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